工作开心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这些都是小孩的话题 但是蹭个热门嘛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们把它隐身一下就是了 工作开不开心 第一 你喜不喜欢吗 你喜欢自然会开心 但是也是在相当范围之内 如果 累得半死了 再好吃的东西 吃多了也会你 到最后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所以要适当吧 那么 如果 你是很喜欢 但是这个事情 就算它很重要 但是不紧急 换句话说 有比这更着急的事 每天都要忙着 上前养家 生活都成问题 很难开心 很难去选择 一个你真正喜欢干的 长期的事情 除非你 接一所时 我把那些看得当了 或者我又取舍了 那么你就可以相对选择喜欢 但是你喜欢的真的重要吗 其实这个反而很重要 你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 有的吃年轻饭 有的吃年轻饭 只顾玩 那谁都喜欢玩 小孩子从小就喜欢 生下来就行 那没有意义 你更何况说我乱来 乱搞 那不光是坏的身体 那坏的心灵 消耗的时间 无法弥补 当时快乐 事后后悔 那到时候你才知道 等你到时候才知道 那你说明 你就比别人笨了 开窍晚了 自己越聪明了 来得快的东西 总是去得快 来得很容易的 那总是不珍惜的 就是这些道理 那赚钱 那不得已吗 那有钱了 当然还能做很多事 也换过来 可以说做你喜欢的事 最重要的还是 什么重要 你先把重要的摆平 才能安心 那你什么责任都不负 到最后 那躲得远远的 所有人来讨伐你 那你也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 你到时候就只能破花的破摔 再说 事业心 重要 还是爱情重要 男人都是老说事业重要 首先 你干的是不是事业 你如果是为自己个人的享受 如果是生活都成问题 那它何事业 除非你 潜心 修学 修炼 在一方面 深造 那么一出来 可能很厉害 这个时间是很漫长 很煎熬的 做的是为公的 才叫事业 为自己的算什么事业 没人看得起 说出去也没人信 现在动不动就事业心 哪那么容易 那真正的 重要的 为公的 那你可想 比个人的儿女 事情要重要 那些政治婚姻的 很多都是很伟大的 那都是事业心 那主动被动 有不得已的 那都是事业心 那样的人才伟大 抛弃个人的 儿女情长 那其实很多也没那么惨 和亲 人家不喜欢你的 人家会要 总会对你好一些 就是你不喜欢他 就会加上少数民族 那好像很多都不习惯 那也很麻烦 但也没办法 为了大爱 为了事业